白色安全帽上黑色物體引起了側目 手掌大小還有翅膀 小生物夾在安全帽鏡面的邊緣 經過確認這是蝙蝠 但是小朋友乍看拉著媽媽問 為什麼老鼠趴在上面 一段的時候隔壁有人就說 媽媽你看它那個安全帽上面有老鼠 我說老鼠我就嚇一跳我就拿起來看 後來才知道一隻蝙蝠卡在這邊 所以剛才抓到我是蝙蝠 騎車回家 馬路上蝙蝠就一面鋪了上來 結果受困在安全帽 這個景象實在很特殊 但是騎士自曝 這是他第三次遇上蝙蝠 一隻蝙蝠判在沙門上 時間是2023年的1月 騎士說蝙蝠不請自來 應該是住家生態太好 結果半年後 我把它用在那個草叢好不好 這會不會不行喔 6月7號晚上 騎士在住家門口二度發現了蝙蝠 當時還制止狗狗來逗弄它 從2023年的1月到2024年的3月 騎車馬路上蝙蝠自裝安全帽 這位騎士已經連三次遇上了蝙蝠 有等於發現了蝙蝠嗎 目前我是沒有發現過 晚上有蝙蝠在飛 沒有耶 也都沒有耶 這裡只有鳥跟貓而已 重返當天 蝙蝠自撞騎士的馬路 騎士很熱鬧 蝙蝠跳上了騎士 撞它的安全帽 引起了討論 連網友都起哄 應該買彩券 撞到蝙蝠 然後那個朋友就說 他去買彩券 因為這機率太低了 其實低調證實 第三次撞見了蝙蝠之後 去買彩券確實中獎 到底是蝙蝠帶來的好運氣 還是騎士本身的手氣 讓蝙蝠自撞意外 增填話題 三天新聞處俊傑注意了